关心的是 那么今天这个职棒打假球又成了在立法院直询的话题 绿营的立委呢 那么问这个体委会的主委戴霞玲 到底为了救职棒做了什么呢 我们请华安晴告诉目前最新的消息 再来关心目前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针对整个相关的职棒打假球的事件呢 今天呢 这个体委会的主委戴霞玲 在立法院呢饱受抨击 特别是民进党立委就质问这个戴霞玲说 你到底为了这个救职棒 你们一说要救要救 到底为职棒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今天呢在这个场面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我们听一下稍稍访问 我们棒球振兴计划 你怎么完全看不到呢 我们今年的社会甲族 从两队到六队 而且我们社会甲族的城市对抗赛 也比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主委你听话我在说话你啦 我说扎根啦 怎么叫扎根啦 你听话我在说你啦 怎么叫扎根 你有在扎根吗 所有全部各县市的扎根 请问你有在扎根吗 扎根在哪里 已经有一步提议 你知不知道 棒球已经有断层了 你知不知道 他发现有断层的心态 有断层那你做棒球振兴计划 体育师这个部队负责推广 当时候我们要求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扎根 一个阶段是发 这个发展整个职棒 你说把两队变六队 整个职棒的发展 你如果对这个扎根很有兴趣的话 你是不是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来做回应 主委 主委我跟你讲啦 我们给你太多的时间了啦 我们给你太多的时间了啦 再来到现在 发生这个扎根 这件事情呢 这个戴小林的答案 显然让民进党立委很不满意